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你来币的频道 这是你的男朋友 JC 欢迎大家回来 我们会有另一个尴尬的视频 这期视频拖了很久 因为今天要讲的主题内容和我之前讲过的东西 有大致的雷同性 为什么这样讲呢 今天讲的东西是在应该是两个礼拜之前 一个全球性的发售的一双球鞋 然后有幸在这次发售当中 把我想要的两个配色都收入当中 所以说今天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原价去购买一些general release的球鞋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记得给我留言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该频道会给大家带来很多 关于潮流球鞋以及时尚方面的信息内容 我们废话不多说 Let's get it 大家看这些盒也就知道这就是在9月1号的旅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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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多种多样啊 就是如何能原价入手到这些球鞋呢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买法就是各大零售店铺 包括Full Locker Champs以及Felix Line他们进行的一个App Reserve 这样的一个方法呢 基本上像这种general release的球鞋的话 只有89都可以进行一个原价入手 大家可以看到从这边写这三双绿色的 分别是我在Full Locker Champs以及Felix Line 通过他们的App Reserve进行了一个预定 然后成功购买到这三双 然后这一双Purple呢 是说实话我这个地方local的门店 其实没有Purple的一双release的info 直到我那天无意在Instagram上面刷到了就是有一家门店叫做City Grill 正好在我们这local有两家门店 因为它没有具体的发售信息 所以说当时在发售的前两天 我去了一个我们local的门店 正好有一家店就在我住的附近的地方 我进去门店问了一下 我说你们这双球鞋发售是怎么样一个发售模式 你们有没有这个货 他们告诉我有这双鞋 但是货不多 而且也没有多少人知道那双门店会发这双鞋 然后了解了一下之后 我后来就说你们这是怎样一个发售形式 他们告诉我是一个Raffle的一个形式 不过不像这种大型零售的是App Reserve的一个Raffle 他们这就是一个门店抽签 就相当于是给一张Raffle TK你 然后上面留下你的名字 以及你的电话以及你的尺码 然后他们会在发售前一天抽中之后 跟你进行一个电话联系 然后告诉你在发售当天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 过来进行一个pickup 结果好巧不巧那天 头两天吧 我记得好像是礼拜四的一个下午 然后我收到一个unknone call 我就是一个未知来电 然后我就接了 接了之后他说我们是Sea Greer 然后今天就抽中了你 然后正好就是抽中了你的码 然后有空的话周六早上我们开门的时候就过来pickup 我说好行没问题的 当时接了这个电话 其实我还并不知道这双鞋在非常小的一个破存进行一个release 所以说直到我那天礼拜六早上去pickup的时候 他们拿走了我的那个ruffle ticket之后进行了一个核对 当我看核对的单子上面的时候 才发现Sea Greer整个门店里面可能大概也就六双的样子 因为他名单上面就只有六个名字六个号码 所以当时整个人一打早上就觉得幸运的一天开始了 因为真的很难得抽中我自己的码 而且这个码的话门店里面只有一双8码 所以正好好巧不巧就抽中了我 所以说接着然后拿完这双纸车之后 回去大概休息了一下之后就马上开车去 我们另外我中ruffle的这几家门店进行一个pickup 一旦ruffle中了的话 它会给你一个就是confirm的页面 就是确认页面告诉你你中了具体什么时候pickup 然后带上你的有效证件就可以进行一个门店的提货 整个流程当中并没有太复杂太琐碎的事情 取完这双双鞋的话大概也就在一个小时之内的事情 反倒是那天在取完最后一双在champs那双鞋之后 那哥们看我手上有三双鞋 然后他说你是不是那种知道吗 就是那种类似于贩子那种 他说其实我们手上还有很多大码的 就是没有reserve到的 你有没有兴趣拿 他说10.5以上有很多双 他说每个码大概有8双左右剩余的 说有没有兴趣 然后当时因为我对吧 这个东西我本来也就是一个自己收藏和穿的一个作用 所以说并没有想到说我要去买到之后去把它resale掉或怎么样 再加上发售当天的一个resale price 大码的基本上接近原价 也可能在200块钱上下 包括现在的话也没有超过太多 所以说我就说不好意思 我说我并没有想买那么多 我说我可以帮你问一下我有没有大码的朋友 如果他们有需要的话我直接告诉他们过来买就好 那个人也很友好的 我们就交谈了一下之后 然后我就走了 反倒是回来之后我打开鞋盒上 发现了一些就挺有意思的问题 在今天视频当中跟大家来说分享一下 乔伊这个鞋型呢 我就也没有什么多讲的 至于就是今天来跟大家讲一下 就我个人观察当中 这几双鞋存在的一些挺有意思的方面 以这双紫色为例啊 还是耐克一贯的非常优质的皮质 一个tumbull letter包裹全身 然后鞋的色块和在今年较早时间发售的bread toe 是一个色块 只是说他把红色的地方全部变成了这个紫色和绿色 正好当时买的时候也想说 这不是传送的对吧 胡人大战Catherine的配色吗 绿的对纸的就好比当年Boston Celtic三巨头大战Kobe Bryant 对吧从走线以及整个皮质来讲的话中规中矩 保持着乔伊的一贯水准 就并没有说什么一胶 以及就是说走线不齐之类的问题 耐克在乔伊的制作工艺上面还是挺用心的 毕竟这是怎么说呢 就是所有的snicker pants在心目中一个不可动摇的DL这双鞋 所以说耐克在制作这双鞋的上面也比较认真 基本上买到的话很少有出现就是非常严重失误的情况 我把这个紫色先放一边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在我购买的这三艘全部同样为8码的绿色当中呢 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情况 就是这中间两艘是我在Fulllock和Champs买的 我感觉到他们的就是货源以及先后顺序的话可能是一批货 大家可以从这个皮子当中看到 这个皮的位置是纹路是这样一个压印纹的纹路 然后和鞋头的这个纹路是一致的 和普通乔伊的纹路是一致的 这两双都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呢我们把它放一边之后 我们来看单独脚 看这双从Frenchline拿到的货身上鞋 大家可以看到这双纹的纹路 有一点让我很意外 就是大家有看到吗 这双纹的纹路像什么 如果有购买到扣碎的朋友 有经验的话 大家可以知道这个侧面的皮子 和扣碎篮板的第一个首发颜色 皮子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怎么说呢 有点意外有点中奖的感觉 这样一双Geno Release鞋上呢 能穿到当年就是没有买到的一双球鞋的皮子 我个人感觉是非常意外的 可能对于普通朋友来讲的话呢 也就是无非上脚的一个皮子 但是我个人拿到之后 是有一点欣喜意外的 两只脚侧面都是同样的皮子 都是同样这种 所以说我当时个人是非常非常兴奋 非常非常兴奋 如果说我个人要卖的话 我可能会把这finish line 买到这一双留下来 然后剩下的这两双普通皮子的话 我可能会考虑出手这样之类 现在讲的另外一点 就是这个鞋的一个现在的市场价格 为什么这个视频我等它两周才做呢 一是因为一直没有时间 二是因为我想观察一下 这个两个配色现在市场的一个走势 大家都知道这个绿色的发货量比较大 相比而言的话 这双紫色的破货量就是比较少一点 所以说现在在整个球鞋市场上来讲的话 绿色的resale价格会稍微比紫色低一点 现在以我个人的尺码来讲的话 现在BAMA的绿色大概价格在400美金以内 我现在所说的价格全部是参考于STOX当天的价格 大概在400美金以内 大概在380左右的样子 然后发售当天可能大概在320 所以说经过这两个礼拜的话价格是颇有上涨 紫色的话发售当天之后的价格可能就在400以内 但是经过两个星期之后 现在价格已经快突破500块 所以说如往常一样 这种带颜色的桥一真的是越到后面价格就越疯狂 包括在年头发售的这双Bride Hull现在市场价格可能也就大概600块的样子 所以说桥一大概发展到后期的话可能稳定在500到600块钱之间 然后我不得不说的一点就是美国的球鞋市场上面这种球鞋的价格还比较合理一点 反倒是中国结合当时这双鞋的release情况来讲的话 就现在来讲的话就比较夸张 因为当时我记得从别人分享的朋友圈那已经网上看到的消息 这双鞋在中国进行了两次跳票 具体情况的话我不太清楚 就是所说的耐克你想几点发就几点发 对不对 你想发就发 不想发就不发 在美国本土境内的球鞋发售当天是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觉得幸运的 感谢观看 好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就到这个地方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视频的内容 请记得给我留言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同样今天这期视频呢 应该是我会第一次在B站上面上传我的这期视频 所以说喜欢我视频内容的朋友呢 记得订阅我在B站的频道 第一次在B站发视频多多指教 后续呢我会尽量的把我在YouTube上面的视频转载到B站 That's pretty much it See you next time I'm out Peace Ah Kara PS NFT T T T